这是美国最嚣张的一次军事行动 一支美军的海豹小队大胆闯入我国边境 不仅强行登上了一艘舰船 甚至还公然在船只上发起袭击 情况岌岌可危 国军立刻派出多架战机前去驱赶 就此一场大国之战一触即发 而影片中的所有演员 不仅全是退役特种兵亲自完成 就连里面所展现的各种武器 也是目前最先进的装备 电影全程高能精彩毫无尿的 原来就在不久前 美国的三名公民不幸被恐怖分子抓获 并且还被关押在了一艘海上的舰船上面 为了尽快解救人质 美军当即召开会议进行商讨 然而一个巨大的困难却摆在眼前 因为根据卫星定位的显示 恐怖分子驾驶的船只竟然徘徊在中国边境 并且船上还布满了各种武器 见此情况 海豹小队当即投皮发麻 因为他们甚至一旦进入中国领域 那么势必会遭到严重的打击 最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队长当即决定让小队兵分两路 一队负责营救人质 另一队则控制船只远离中国 可危险的是 船只距离中国的路程只有短短三公里 所以必须要在十分钟内完成任务 于是为了避开中方的威胁 美军当即建造了一艘完全一样船只 并立刻对营救行动进行演练 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尽管所有成员都已经拼尽全力 但原定的十分钟时间却根本无法完成 眼看是这个情况 队长当即怒火中烧 所有的队友也丧失信心完全崩溃 因为出于对中国的恐惧 海豹小队的成员已经打算放弃 可美军的高层却直接拒绝 并要求小队一小时后就要出发 就这样收到情报后 小队成员迅速乘坐游艇来到边境 而一场大战也马上就要上瘾 只见一名成员迅速解决掉一名港哨 接着所有队员便悄悄登上船只 然而就当准备切开关押人质的大门时 突然恐怖分子却发现了他们 一时间枪林炮雨瞬间来袭 所有的子弹也如雨点一样疯狂射击 更崩溃的是 根据雷达定位的显示 船只竟朝着中国领域快速前进 情况岌岌可危 队长当即呼叫要求尽快完成 并说如果一旦进入了中国领域 那么一定要立刻放弃任务赶紧逃命 迫于对中方的恐惧 小队只好不要命一样迅速进攻 他们急忙分成两路 一队拿着切割机来到船只内部 想赶紧控制船只的前进方向 而另一队则和演戏一样 朝着关押人质的房间发起冲锋 就这样经过一番射击 小队很快就进到房间里 他们迅速开枪打死一名恐怖分子 但另一名海豹却抓起人质开始要挟 可下一名 就这样海豹小队成功解救人质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随之而来 因为我军已经得到消息 现在已经派出多艘战机准备打击 但千军一发之际 负责控制船只的美军响队 终于打死所有港哨进入中央室内 他们迅速关闭船只引擎 而此时距离我方的领海只有450米的距离 最终迫于我方的威慑 美军不敢有一分一秒的停留 他们乘坐飞机迅速逃走 而我方也让美军知道了什么叫做恐惧 我方也让美军不敢打死我了 我方也让美军不敢打死我了